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了解 黄自娇和孟耿如本来在去年4月份就要举行婚宴 但受疫情影响 已经延到今年5月16日 最近黄自娇感觉到还有风险 表示一颗心选着不如先放下 于是两人决定取消大婚礼 黄自娇表示饭店的部分已经牵托场地放弃书 婚庆的部分也会缩小规模来执行 虽然黄自娇现在已经结婚 但每当提起她时 就让人不得不想到与小S及曾宝怡的爱恨情仇 当年小S与黄自娇如娇似气的爱情遭遇了曾宝怡的插足 气愤之余 了解妹联合在节目中公开质责这对狗男女 直指黄自娇身败名列 如今 回顾当年的那段往事 对比当下三人的不同结局 只想叹息一声 这都是命 先来介绍下年少有名的黄自娇 1972年出生台湾的她 16岁就进军了主持界 在此之前 她到底什么来头 无头知晓 但是自从她当了主持人后 感觉就像是坐上火箭一样 直摇而上 1992年 在综艺教母张小燕的庇佑下 她成功走上了娱乐新闻 小燕有约的舞台 一时间成为了炙手可热的金牌主持人 这一年 走红的黄自娇还干了一件事 出版了一本小说 黄自娇出书了 不放过任何赚钱的机会 张小燕是谁 她的背景以及成名故事都可编入教科书 名门出身 为已故知名作家张爱玲 庞青 5岁出道 幼年时期 连续三届获得亚太影展最佳女童星奖 30岁跳槽至华世 独车华世综艺大局长长达30年 她主持过的综艺100 今夜摘兴趣 超级星期天等节目 多得无数奖 时不时就是首饰榜首 其实力在圈内非同一般 而黄自娇和张小燕是什么关系 那就不知道了 江湖传闻说他们是师徒 感情颇深 从黄自娇的发展史来看 张小燕在她的背后有着不小的推动作用 1994年 黄自娇被张小燕拉去一头主持 超级星期天 这档节目把当时热火的 综艺大联盟打得屁滚尿流 在张小燕的运筹之下连获了三次金钟奖 那个时期提起黄自娇和张小燕无不佩服 堪称黄金师徒 这个时期的小S与姐姐大S刚从一校毕业 两姐妹组了个ASOS组合 唱了十分钟的恋爱 宣告出道 可是好景不长 还没走后就遭遇横祸 因版权合约等问题被勒令不准发唱片 于是唱歌的道路就此夭折 两姐妹无奈之下转战主持界 加入了吴宗宪的我猜 我猜 我猜猜猜 这一年小S18岁 同在主持界 小S与黄紫娇相遇是必然的 那时候的黄紫娇已经是金牌主持了 而小S还是一个处处茅庐的无名之辈 两个人相识相恋 有说法是一见钟情 也有说是小S主动投怀送抱 据说小S能搭上黄紫娇 还得感谢姐姐大S 当时二人在外演出 天气寒冷 黄紫娇爱心大爆发 暖男式的给小S披了一件衣服 没想到这个举动让小S暗生情愫 年少懵懂之下 小S跑回家中 告诉了大S所有的事情 于是大S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让他在字条上写上谢谢二字 放在对方的衣服里还给他 没想到的是 这一操作真的起了作用 让黄紫娇开始注意小S 然后二人渐渐幸入了爱情 不得不说大S的情伤还是挺高的 男人还真的挺吃这一套 而事实证明 与大S有过绯闻和恋情的男人 多数都是因为没招架得住 他独特的魅力 有了黄紫娇这棵大树 小S的事业也开始顺风顺水 走上了轰击一时的综艺 娱乐百分百的舞台 作为主持人 爱情事业都完美丰收的小S 原本是别人最羡慕嫉妒的样子 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百般呵护 小新还是遭遇了背叛 1999年 张小燕相中了曾宝仪 于是带她走入了超级星期天 做了助理主持 可没想到 曾宝仪和黄紫娇一来二去的 擦出了火花 这个时候的黄紫娇正牌女友 还是小S二人一度传出要结婚的消息 所以不管与曾宝仪发生到什么地步 黄紫娇始终没有让这段情浮出水面 因为这种背叛 女友的故事只能活在地下 可是一些风言风语 还是传到了小S的耳朵里 起初她并不在意 毕竟在娱乐圈里 绯闻这种事情每天都会漫天飞 加上一直深爱这个男人 所以选择了相信 可是两个人的矛盾就此产生 直到2000年 黄紫娇得了奖 准备让小S同去 可是遭到了拒绝 小S与家人跑去英国度假 也是在这种情况下 黄紫娇选择了摊牌 夹在两个女人之间 黄紫娇没睡过好觉 于是她向小S提出分手 当时远在国外的小S 伤心欲绝 可是也挽救不了事实 在她的牙套日记里 曾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我在英国接到一个电话 是大头打来的 她的语气很怪 好像想说什么 但又说不出口 我的内心觉得有点害怕 因为我以前也听过这样的声音 那代表着这个人想要离开你了 她说有件事情我想告诉你啊 不太妙 我说什么事啊 她说这几天我想了很久 觉得我们还是分开比较好 得知男友要分手的小S 第一时间追问到 是她吗 其中这个她就是指的曾宝怡 又是一个闺蜜 抢夺自己男友的勾启故事 一般来说这样的桥段 女主角会选择放手 男主角最终会晤 可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这次的女主角是小S 依照她的脾气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于是一场首思大战拉开 分手初期 黄泽娇与曾宝怡的恋爱 并没有公开 面对质疑 他们选择了否认 当时有种说法是曾宝怡喜欢黄子娇 但是鉴于她有女朋友的缘故 并没有打算在一起 后来得知二人分手了 在黄子娇的追求下 才选择了答应 可是似乎没有人相信这种说法 更多的是认为曾宝怡 插足了别人的感情 当了小三 而黄子娇背叛了小S 是个渣男 2003年 黄子娇与曾宝怡的事 终于浮出水面 之后小S与姐姐大S一起 在主持的节目 娱乐百分百中 哭着大骂黄子娇和曾宝怡 节目中 她那句 不管你有没有跟阿宝交往 我真的不介意 像一颗炸弹扔向了 黄子娇和曾宝怡 瞬间 瞬间是渣男黄子娇 小三 曾宝怡 陷入了万人唾骂的境地 这次的开战让小S一战成名 之后直接做了康熙来了的金牌主持人 而黄子娇和曾宝怡 沦为众矢之地 事业一度受阻 那一刻小S脸上写满了委屈 可心里却畅快淋漓 面对指责 曾宝怡曾在节目首席夜话中 她坦承道 我不后悔 我的决定 如果我因为担心 会影响我的工作 别人怎么看我 而放弃感情 我会看不起自己 自己怎么会是一个 在爱情上算计的人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曾宝怡的极力维护 最终换来的也不过 是分手 但在这个三角恋情的故事里 最终的结局 并不是老死不相往来 而是握手言和 多年后 小S和曾宝怡 曾在金麻将首度同台 两人拥抱兵士前嫌 小S甚至还对曾宝怡说 你是我的恩人 而对于黄子娇 在2015年的康熙来了上 小S与黄子娇握手言欢 小S更是情绪汹涌 落泪 为自己年轻时冲动 在媒体上公开黄子娇劈腿而道歉 黄子娇听后一度哽咽 据说还哭掉了隐形眼镜 节目中谈及过往 小S说 我的眼泪是一周感慨 蔡康永暖心地补充道 这是人生历练的感觉 时间是治疗一切情伤的良方 只不过人生并不会因为某件事情而暂停 生活还得继续 如今在看这三人的生活 不知道是人捉弄了命运 还是命运捉弄了人 与黄子娇分手后的小S 一心扑向了事业 唱歌 主持 拍影视剧 忙得不亦乐乎 更为重要的是 在2004年 他遇到了人生中的白马王子徐亚军 仪表堂堂 成熟 稳重 2005年 二人感情深温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之后的几年里 小S连生了三个女儿 在外界中 小S被誉为娱乐圈的贤妻良母 只可惜这个好男人徐亚军 似乎也不是那么完美 结婚后的几年里 屡次传出各种绯闻 忙得不可开交的小S 时不时就要出来为老公说话 但不管这个男人发生什么变故 小S始终不离不弃 这一点像极了他的姐姐大S 无论汪小飞曾经有过什么 或现在做了什么 大S都可以保持高姿态 为父说话 而曾宝仪就相对悲剧了点 这么多年来 一直没混出个模样来 拍的电视剧都是小角色 主持的节目也没名气 虽然有曾志伟这颗 伟岸的大树 可是至今未婚也成了老父亲的心头病 而黄自娇似乎是这三人中的人生赢家 与曾宝仪分手后 2009年 黄自娇高调承认与比自己小17岁的台湾女性 下雨头相恋 可惜遭遇了该女性的嫌弃 2013年 黄自娇与比自己小19岁的台湾女性 孟耿如交往 感情才算稳定 她比47岁的黄自娇小19岁 睡名小演员 这一段感情曾得到了恩师张晓燕的大力看好 她说孟耿如才是真正懂黄自娇的女人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 玩戏变小了 自从余梦耿如恋爱后 黄自娇变了老实了许多 相处这么多年来 二人感情越来越深 今年3月5日 据台媒体报道黄自娇现身 明镇局领证 很快就在网上公布了喜讯 2013年相恋 2018年求婚 2020年领证 同时她深情表白娇妻 黄太太我爱你 并表示我愿意为你改变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一次视频就是她了